白鮮鸟弓的 然后它的尾部的羽毛 指着羽毛头关 长达20公分的白羽毛 韩粉何先生说 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把头关完成 希望可以亲自送给韩市长 这个戴上去不见得落 什么叫加风俊爵 个人的想法就是 希望他能戴上 让我们感觉 他让我们蛮爱戴的 68岁的何先生 退休后开始养鸟 后来注意到韩国瑜 为民认真服务的精神 决定力挺他选总统 每场造势都不缺席 韩国瑜动算 韩国瑜动算 想要把羽毛头关 拿给韩国瑜和李嘉芬 让他们能够感受力挺心意 何先生头关材料 还特别从台北 开车到台东找寻 除了何先生话 还有前景政署 副署长蔡俊章 也画了一幅荔枝话 送给韩市长 荔枝就是大力 谐音大力能够长红 能够国民党实险第一 来参加总统的一个 明年总统的大选 画中一颗颗又大又圆的荔枝 蔡俊章说 因为韩国瑜是云林女婿 云林荔枝又好吃 力挺他15号的云林造势场 才以荔枝为主题来创作 搭配他先前韩市长 又来当作外交礼物的画作 采一兰橘子好过年 两幅画合起来 有大吉大力的意思 支持韩国瑜选总统 韩粉们纷纷送上心意 为他加油打气 记者陈子芬十张方台北报道